美国东部时间24号 为期4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受新冠疫情影响 大会主要活动在线举行 但仍有336名共和党党代表 参加在东南部北卡罗来纳州下落特市举行的 总统候选人提名唱票 分别代表50个州 哥伦比亚特区及美国海外领地 当内华达州宣布计票结果后 特朗普获得1284张党代表票 超过提名所需的1276票 正式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 同日现任副总统彭斯 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而在获得提名后 特朗普发表讲话 立即将矛头对准民主党籍对手拜登 称民主党人试图以疫情下的邮寄投票 窃取选举 与此同时 特朗普仍不忘攻击中国 当天他再度以抹黑的口吻称 我们正在击退从中国传来的可怕东西 即新冠病毒 事实上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政客 执意抹黑甩锅中国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进行回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驳斥称 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种族 是人类的共同挑战 是不可抗力 如果美国政客真的把美国人民的 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 就应立即停止对别国的甩锅和抹黑 把精力放在做好自身防控工作 促进抗疫国际合作上 这才是人间正道 是人类的共同 谢谢大家